NPTI是不會變的 又不是說不會變的 除非你發生了一些巨變 可能你... 傾家蕩產 我經常性傾家蕩產 就算你是幾醫也好 你沒理由在喪禮上社交 或者怎樣 我是試過在喪禮上社交 醫的人通常是在找... 你腳說你腳說我發現... 我發現我是... 忘記看帳的 哦 我和ENFP就是天作之合 嘩 我以為兩條都夠了 Iron的優點是什麼? 他們... 說不出來 有的 即是說一間公司需要知道你的NPTI 所以我在想 會不會有人做完NPTI 翌日收到公司信呢? 就跟你說你還是不太適合這間公司 可能是IT要突破那些 你無緣無故測到你是ENFP 你可能是拜拜 NPTI 考牌 原來年齡有限制 原來是18至99歲 18至99歲 這個人一定是B的 即是寫這個網站的 這個人 躺著來聽 這次Yoyo來了 Yoyo帶來的題材是什麼呢? 我會和EG一起探討一下NPTI OK 我記得你上來之前 說 看到很多人對NPTI都有誤解 又不敢這樣說 我真的想說這個 先戴上我的頭盔 所以這次是一個分享 不是一個權威 沒錯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討論過 我們大家的NPTI 我好像是ENFP 然後你是 本來也是ENFP 但是現在是ENFJ 好 這個也是其中一件 等一下可以探討 因為這樣 上次我和我妹妹出的那一條 已經有很多人留言說 NPTI是不會變的 是啊 那我們先說這個 好 其實它 又不是說不會變的 但是它就是一個 你自己本質的人 你當作原廠設定 OK 所以其實原廠設定 真的很難是因為突然之間會變 除非你發生了一些巨變 可能你傾家蕩產 或者撞車 或者經歷了一些人生很低谷的事情 可能你真的會變的 我經常性傾家蕩產 所以你就不斷變了嗎 不是 就是變過一次而已 我感覺到 因為很久之前 不是很久之前 大概 一兩三年前左右 兩三年前左右 那時候我團隊頻道面臨倒閉 不是 面臨倒閉 面臨完 就是倒閉 然後那時候是 突然之間的人是 我有大概兩個月的時間是 灰到一個極點 就是什麼都不想做 然後我覺得 以後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然後我感覺到 從那一刻開始是有些變的 真的有變法 是的 大概是這樣 頻道倒閉 算不算是傾家蕩產 都可能是 不過我們就探討這件事之前 我們就說一下 為什麼有時候會變化這麼大 可能有機會是不准的 因為其實它只是一個測試 測試會有一些限制 我們人做的時候 可能在不同的狀態做 可能不夠放鬆 可能你的腦在想其他事情 或者是在隔壁有人 和你討論 又或者你做完事很累的時候 你做的這個測試 有機會是不准的 所以其實那些測試學的人 就說其實做一些心理測試 其實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心情 那怎麼辦 就是做這些測試 又要好像在醫院要驗尿 兩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類似的 你就是要很 又不是不吃東西 你就是要很放鬆你自己 然後憑第一直覺 還有你要回答得快 你不要想太多 因為一想 可能你就變成了你想要的那個導向 而不是你真實的那個導向 有機會 我明白了 因為我批底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下去搞不定 這樣下去的人生會玩完 所以我就不斷向J那方面進發 會不會是這樣 可能是的 因為這個是你的功能性 就是你可能做事 其實當我是P的 其實我是P的 但是我做事其實我也是很J的 但是沒辦法的 這個功能性的東西就是好像等同月 你去一個喪禮 嗯 那你就算你是幾醫都好 你沒有理由在喪禮上 你社交 或者怎樣的 因為這個功能你會收起來 你一定會在這個 你明白嗎 這個例子 明白嗎 這個例子是很合理的 但是 但是我是 我是試過在喪禮上社交的 但是 但是 原來是這樣 那你也真的挺厲害的 不是 不是那些 那一隻 當然不是 但是都是跟那些 即都要聊天 需要去recap 那也是 都對的 可能這個例子也不太好 先收藏 沒有很開心 然後 所以那個是功能性的東西 特別是F 等等 P跟J是特別說這件事 所以你就是 我們本質 最重要就是你 覺得哪一件事才是最適合你 這個就是旅行最看到的 我這個是不用想的 是 我經常都會很 即 我經常都會很希望跟J人 即正排J人去旅行 我也是的 我就是什麼都不用想 總之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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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些 若然他計劃得太早的東西 我就說我睡完 然後遲些再再 我是那些人 所以你就是本質還是P的 因為你生活 你還是享受P的 只不過你工作 你的功能性 你要發揮它出來 就要拿J出來 嘩 那所以呢 其實這件事 要再說的就是 NPTI 其實它是一個 從來都不是一個對等的 即它是一個percentage 那所以其實你EI 其實你看完之後 你test了出來 其實你是要看 那個percentage 是怎樣的 即好像我例子 就是我以前E和I是相差很遠的 即可能你當是73 即我E是7 然後我現在我是 E可能當58 其實 那即是一半半 其實是的 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我那個I的成分 都已經 逐漸追上了 但之前聽人說就是 E和I不是說你的人 愛不愛內向 是的 這個也是 所以我經常見到一些 views 我都很敏 是的 是 但是不是 很多I都不怕醜 以我所認識的 其實是的 因為 其實NPTI 它每一個英文字 即每一行 它都是代表著 某一件事 那E和I 其實它就是代表著 一個吸取力量的方法 就好像你一個充電方式 那E的人呢 他就是需要靠跟別人聊天 跟外面接觸 去吸取力量 是的 但是I的人呢 就是需要自己的面貪 看書 去吸取力量 純粹是這樣的 但是呢 你說為什麼要見到I的人很社交呢 他社交完很累 只是這樣 是的 是的 我之前有一套理論就是 怎麼說呢 我每次反過來的 我會覺得 可能是一些需要去浮面 怎麼說呢 就是要社交的場合 那它就會覺得 那個人 有可能會 要在一種狀態的 你在那種場合 那它就可能會覺得累 但是我是對相反的 我是 那種場合 就是有很多認識的人 我不認識的人 看著自己 看到自己 然後那個狀態 就要逼著 好像很精神 或者很活動 而我是覺得 我是喜歡這一種狀態 或者你享受 不可以說享受 因為我自己覺得 如果只有我一個的時候 我是很想接的 是的 是的 你醫人就是會這樣 是的 所以就是要有些人在 令到你逼著 要有那個狀態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反而不錯 是的 我也是這樣 所以我也是E 所以你妹妹就是I 我妹妹是I 哦 那很分明 我跟她兩個性格 完全 是的 所以就是 就是講測試方法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挺準的 就是你Party完 E的人通常 就是在想 你腳說 你腳說 我發現 我發現我是 忘記剃掃的 所以 哦 立刻剃掃 神經病 你看到我有幾折沒有 我平時如果不用 我平時如果不用上鏡 不用 或者不用 就算出街 如果出街只是下去吃個 午餐 那樣 但也不太覺得 我是不會剃掃的 不覺得就好 不覺得就好 不太覺得 真是 幸好因為昨晚我有開Live 否則我一定 哦 即是提過了 是啊 昨晚有提過 否則現在一定會爆出來了 我想一下 有一個我覺得挺準的 就是 Party完之後 Ian應該可能不斷睡不著 在想 剛才我跟別人說了些什麼 好像 聊了些什麼 拍了些什麼相片 可能看一下照片 我以為是Ian才會這樣 但Ian呢 是直接失蹤的 即是無論 看到她的Party多開心也好 但她的WhatsApp 她的相片也不發出來了 她就直接不見了 我都不 她累了 因為我自己都是一些 無論 我自己的手機和群體拍了多少照片也好 如果沒有人說 喂 把照片發出來 我都不會發的 那這個是你個人的習慣 我懶而已 純粹是 我覺得很激 怎麼說好 你又要看一下樣子 那些我覺得很辛苦 但是我的確是會在一個Party 或者Garing完之後 我的確會想 唉 我剛才說話怎樣怎樣怎樣 但我的出發 怎樣都是 哎 仆街啊 剛才這樣說會不會 不夠好笑呢 哦 你在想自己好不好笑 不是 我在想怎樣可以把那個情況 或者那個對話 然後反應得好笑 嗯 又或者會不會 會不會不夠囂張呢 但是那些囂張不是要囂張親人的囂張 那些囂張 就是你覺得那個囂張的技巧 可不可以再提高一點 是啊 我是會想這些 洗澡和睡覺都會想 是啊 但應該直接不想 是嗎 他因為很長 我有個朋友他超級愛的 我就是發覺他每一次 我們出去Party很開心的 他超開心的 OK 接著呢到Warsap的時候 他已經不見了了 即是回家他應該 很累啊 哦 後來說回也是的 但他那時候是真的開心的 開心的 他真的開心的 OK 但你也是同時在搶著他的力量 因為他是用了他的力量 去跟你社交 哦 是啊 所以其實主要是 I和E就是講這件事 OK 但是我 就算我是E啦 嗯 我肯定是E的了 嗯 但是我如果真的要社交 我自己都覺得是會搶 會搶這些精神力的 是這樣的一定有的 是啊 但是總比自己病患而變 是啊 我特別 我經常都覺得我是E的 我要Me Time呢 我不會經常Me Time的 嗯 即是要得起心說 自己看一半書 或者你給個時間給自己Me Time 我也覺得有點辛苦 因為我是會Me Time的 但是我懂得那些I人呢 他的Me Time是可以用日來計的 哦 是 我是不行的 是 我們就做不到 是啊 我頂多可能是臨分前一兩小時 嗯 可能開劇題啊 那些就是我自己的Me Time 是啊是啊 就是我們是小時計 是啊 但是如果太久的話會很辛苦 你那個人會 我之前是試到 試到是疫情的時候 是那個人會變得不想見人 嗯 嗯 因為經常都接了 是啊 經常都接了 所有 就是你不出現開 你突然間出現 你覺得很難拿捏那種感覺 是啊 所以 疫情的時候如果你填那個Test 你就不准了 你就會超I 對 反正中I了 I了 我猜 疫情現在所有人都I了 是啊 E和I之後 接著就是N和S 這個我是拗頭的 我其實不太明白 N和S的代表什麼 N是代表著天馬行空的 是 S呢 就是代表著你是很實際的一個人 那怎樣呢 這個呢就是講他們的處事方式 對 這個講處事方式 對 這個講處事方式 N的人呢就是 他會經常天馬行空 突然之間想到一些辦法 我們不如就做這個 但這件事從來沒有做過 很危險的 但他就經常會想這些 但S的人呢 他就是會根據過往的經驗 例如我吃過這個餐是好吃的 我就一定是吃這個餐 哦 他有個腦有個reference 但我吃東西是很S的 我吃東西是沒有的 我可以每天都吃同一餐東西 我是OK 然後但是 譬如你說突然之間想到一些想法 然後再做 我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自己這條YouTube Channel 在做的事情就很S 是啊 因為我自己想出來的那些想法 通常想完之後都不能做的 那你不是就是超N 是啊 但是不能做 然後 那你就有一個S的人幫你想想 其實行不行呢 所以就搞到我的頻道 很S的做事 例如壽司狼 嗯 例如 例如 酒遊戲 對 壽司狼 對 因為我突然之間想到 覺得會爆的那些事情 全部不能做 一做一定是公關災難 真的嗎 例如呢 有什麼好爆的事情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真的嗎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很想聽 但是我就是很N的 所以我也很需要 所以 NBTI其實是讓你去學習 你怎樣跟那個團隊合作 就是團隊合作 嗯 那我自己就超級N 我就很需要有一個好S的人 在我旁邊 看點 這個其實好像不太行 但是S的人 同時都需要N的人的那種 橫水象 是啊 是啊 如果不是那些S的人 又是悶 是啊 有沒有人是NBTI摘偶的 我真的想知道 現在應該有 是吧 我覺得很變態 就是 這件事和星座摘偶是一樣的 我也是覺得 是不應該的 為什麼 很奇怪 有些人一出生就注定 就是混不上女兒 也就是混不上兒子 你說它的原廠設定 是啊 可能就是 沒有那麼 就是比較 可能大家沒有那麼 覺得很好的性格 是啊 你沒有試過被人說 射手座 那是混蛋 你明白嗎 渣男嗎 要是渣男要是渣女 是啊 有聽過 所以就是我經常都很不想 這件事 標籤 那你覺得真不真 我覺得不真 你問我一定覺得不真 當然不真 我都見過很多射手座是 是情路坑坑的 而是被人欺騙 都是的 但是因為我之前有個男生 有一天跟我說 他說 他是對我有興趣的 但是他一聽到我射手座 他就 G 拜 他說 射手座我真的經歷太慘痛了 但是他又說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經常被射手女吸引 但是他們又真的很混蛋 類似的 好像是會這樣的 因為 這件事是真的不能不順扯的 我對上幾次的拍拖 都是天蠍 好像對上四次 還是五次的拍拖 都是天蠍 我自己都覺得這件事 很瘋 你的星座跟天蠍 我也是射手座 他說得好像不怪我 但是不是的 純粹你的磁場 很吸引天蠍的人 這件事很變態 但是我 我開始會怕是不是不合理 你明白嗎 就是天蠍不合理 天蠍其實是不合理 都有可能的 可能因為天蠍有一些特質很吸引你 某一種特質 我真的 因為我找不到共通點 是 是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就是我覺得 唯有順一順扯的原因 嗯 是啊 N和S大概就是這樣 OK 這個就是處事的方式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 有沒有探討的空間 N和S 我覺得都沒有 這個很簡單 但是因為 這樣看下去 減到好像 N的人一定會扯P 就這樣聽下去 然後 S的人一定會扯J 哦 是啊 我有一件事 不過這個有點複雜 就是 其實 NBTI本身就是 兩母女設計出來的 原來是這樣的 是啊 你又說了一些很厲害的 然後 沒有類似的設計出來的 但是他們是根據 榮革的八維去再 本身的八維 那個心理學 其實它只是一個 說法來的 它不是一個TES 它就把八維這個 轉了做NBTI 16型人格 什麼是八維 八維呢 那時候它本身就是 總之八維它本身就是 是沒有P和J的 是啊 因為它覺得沒有需要 好像你所說 好像跟N和S 感覺有點做 所以本身是沒有最後的英文字 沒有的 OKOK 就是原先他們 就是參考的那個學說 嗯 然後兩母女就覺得 要加上P和J 因為呢 有一些的組合是serve不到 就是如果 怎樣配搭的時候 好像J和不知怎樣 就是serve不到某一類的 這樣的人 所以他們就決定 做這個P和J 哦 即是他們見到很多人 如果是這樣 是啊 但這個就眾說紛云 有些人就覺得 不需要加 覺得加了好像有些多餘 但有些人就覺得 是需要的 但這個世界是真的有 譬如 E ESFP 是啊 是啊 他們就是serve這些人 哦 的確 他們好像找不到一個 真的很貼切去形容他們的 一個組合 OK 因為他就算天馬行空 就是N 他也可以是有規劃的人 是啊 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難發生 這些事情 就是一個人呢 天馬行空的時候 嗯 我是很明白那種感覺的 就是你一覺得 譬如那條招 要拍的 基本上馬上就會上去拍 就是你會丟下 那些本身正在做的事情 走去 走去做 是很難說不是 讓我先計劃一下 是啊 所以其實這個 是不是應該少 可能少些聽到有人 是這個 是 這麼巧的英文 很少見的 是啊 ESFJ 很少見 是啊 哦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和後面P和J 是有點像的 這樣 那跟著 跟著 就是 沒有啦 F和P 不是 sorry 就是F和T 是啊 就是感受和T和F 但是這個也有一個誤解 就是人們經常覺得 T的人就是很邏輯 就是可能一些東西就比較 沒有什麼感性 是啊 很冷血一點點 叫做Carnoff 然後F的人 就是可能比較感性一點 是 但是很多時候 那個NBTI 其實它說的 就是提醒就是 說的是動機 而不是它真實做出來的 動機例如呢 例如就是 T和F 它只是他們的想法 本身 打個比喻就是 這個比喻好不好呢 我想一下 在法庭上面 那你當判一些小事 嗯 就是扔垃圾 對 一個法官 如果一個好T的法官 他就會覺得 你扔垃圾 就是有人這樣說 就是你扔垃圾 錯就是錯的了 那無論你可能 你很辛苦 我照顧B 或者怎樣 總之我最後就判你 一定是有罪的 那F的法官就會 不是啊 但是你都很慘 你扔垃圾 就是你 你跌了垃圾的時候 其實你都 真的兼顧了你BB 很慘 你都是跌下來的時候 剛巧被食環周到而已 那不如算了 就判你無罪 社會服務令 很多人就覺得 是這樣的 就是他們的決定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呢 這一點不是 就是 T和F 有機會的決定是一樣的 只是個動機不同 例如他們可能到最後 Final也是判他無罪的 但是T的只是可能他邏輯想 那很正常 很合理 那他只是因為保住那個BB 因為手又沒有什麼 不知道怎樣 有食環觸刀 那不如就判他無罪 但是F的人就是 不是啊 他很慘 要照顧B 就是他們的出發點不同 動機不同 這個其實只是他們的動機 但是他到最後Final的結論 可能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這樣其實不能夠從T和F 去反映到那個人 可能會有什麼決定 就是沒有的 是呀 是呀 決定不是代表他的T和F 他只是他那個想的 從他的邏輯裡面 他用了T和F 但他Final的那個決定 可能其實是一樣的 都是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那應該所有的法官的MBT 都應該要是 I又或者E 然後S T J 是啊 所以就應該會有不同的 之前我們也有看法官 不是很感性的嗎 那個真的是F到 F到 悲喜 那個就是不斷判 就是 很可憐 就這樣給5元 不知道怎樣 我反而很想知道 有沒有法官是P的 P嗎 P 一個P的法官應該都幾有趣 我覺得 其實可以的 反正助手幫他做完所有的事情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 哎呀頂我 但是我不知道這些講不講 可以的 因為我試過去旁聽 是 試過去旁聽 都還是怎麼說 就是一宗Case 那宗Case 是會瘋狂押後 押後再押後 然後 然後試過旁聽的時候 就 看到他們約那個期 那個 怎麼說 感覺上聽起來好像弱得 是有少少氣 哦 是啊 然後就 那時候不行了 我要放假 是嗎 聽過了 不知道這段出不出得 嗯 所以我覺得 它一定是P 沒有P 對 它一定是P P和J都沒有什麼特別 P和J沒有 這個是我最能夠明白的事情 就是P和J是在我生活上 能夠肉眼見到 最容易分辨的事情 嗯 有些人是真的 我幾點在做什麼 幾點開始幾點完 的那類 是啊 還有你如果約了 其實你了解對方的MVTI 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約了好J的人 你真的要小心點 不要放飛機和遲到 放飛機死定了 放飛機你約P 是啊 你約P都死了 他真的 P我 我作為一個好P的人 我還好 啊 我有朋友放飛機 出來玩 放飛機 出來玩啊 尤其是 如果出來玩放飛機 我是會生氣的 那這個生氣我會 是啊 我是會很生氣的 玩都放飛機 但是如果他是講這些 不知道病了還是怎樣 我覺得P的人容易接受 哦 病了沒有辦法 但是J呢 是 你真的可能 他會不開心 你會知道他一定會不開心 就算他都理解你 可能病啊 或者怎樣 但是他都會覺得 唉 那我今天做什麼好呢 我明明這幾個小時 是啊 就是約了你 他會哭哭亂 是啊 他會表示擔憂 是啊 你是要很小心處理 所以我之前試過 就是約了一個 很J的攝影師拍照 然後我真的 忘記了什麼事 總之我真的去不了 不知道做事還是怎樣 但我真的有事 但他就是表示理解 但他就是這樣說 唉 不知道我今天做什麼好呢 本身請了假 那怎麼辦呢 他很旁忙啊 他是不是給你一些說話 不是 因為我們都是朋友 所以我就覺得 朋友就更加比說話 對 一來 但他都知道我真的出不來 然後呢 他就嘮嘮嘮亂 你就感覺到他很嘮嘮亂 我今天已經遇到跟你拍照 唉 去哪裡好呢 我就給他意見 不如去餐廳吃飯 來看一場戲 這樣 不行 在你的角度 你給任何建議他都生氣 沒有可能 因為他已經set了 然後已經想了 今天是這樣的 這樣 我不行 因為如果 譬如約我出去玩 如果遲到的話 會是一個很壞的循環 嗯 我是不可以在這條街那裡 只站在樹 等人 等半個小時 我不行的 你不行的 是 如果真的 約那個地點 如果那些有遲到的 哪怕他遲到五分鐘 我已經捐了不需要去哪裡了 啊 是 萬一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看中一些想繼續看的東西 那就變回我又會遲回 啊 是 所以是一個很壞的循環 如果約我遲到的話 那你有沒有試過 真的遲很多然後很生氣 遲很多然後很生氣 其實我 除非那樣東西 譬如預約了東西 那要去那些就當然是生氣了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 其實都是大家見面之後才開始的 嗯 其實 就算遲一兩個小時 我都不會說真的生氣了很緊 那你都很誇張 一兩個小時 我會吵架他 但是我不會 真的生氣了 那我也是的 我也是這樣的 是啊 我會即場就 真的大吵 是啊 我也是這樣的 我直接罵他 就說 如果你在這個時間 你就跟我說 是啊 等我去廁所才出來 是啊 是啊 但是我覺得P人有一點不好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嗯 那些J人就是很厲害的 知道我做三個小時的工作 然後下個幾個小時 就做不知道什麼 然後就不知道幾點 就回家睡覺的那些 嗯 但是我這些P人其實 不會的 嗯 所以會有一個很壞的習慣 就是 譬如我那一天 時間上 其實明明許可 我可以 譬如做三個工作 嗯 但是我接了一個工作 我就會跟其他兩個工作 說不行 那天不行 你明白嗎 啊 啊 就是我做一堂工作 我就會覺得 那天是做這堂工作 啊 我是沒有 設定一個時間給自己 啊 是啊 就是你不打算 給他們三樣都同一天發生 是啊 我第一時間我抗拒 但是最近不會了 最近不會了 明天我都很困難 明天 就是安排了 不知道九點至十二點 明天很瘋 明天我六點AM就要出去 然後去到 好像去到九點AM 然後下午一點 開始拍攝到夜晚 所以就 好瘋 但是我開始會這樣做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真的開始轉J 嗯 那這個是因為你工作的安排 我以前不會的 以前 哇 這樣做要做什麼 那你真的連做事都堅持P 是厲害的 純粹是你以前的 是的的確是 原來是的 原來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問題 不是 因為其實做事J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很正常 尤其是我不是回早九晚五 嗯 如果我是回早九晚五的話 我覺得很正常 但是因為現在的時間表 是在自己手上 是啊 是啊 即是比較自由一點點 你就會這樣 是啊 所以呢 所以我不是說它每一排英文 代表著不同的東西 嗯 所以呢我自己覺得 有個必要性 就是可能處事方式 就是N和S 嗯 其實P和J就是那個生活 生活 嗯 就是處事就是N和S 那好吧我處事都N 這樣分得很好 是的 其實ENFP的人其實都挺跳的 我想說 跳到宇宙 我想說呢 我明明處事是N 但是 我結果做出來的東西都是S 我以前有個系列 我到現在都只不過是停了做 我就沒有說 我就沒有說決定不做的 就是我接下來都可能會繼續做的 嗯 就是我有一個系列 就叫做EZ哥仔 是 那它就是 可能香港 最主要是香港 啊 哪個歌手 譬如一出新歌 嗯 然後我就會馬上聽 那個reaction 再加少資料補充 譬如之前 怎麼說好呢 因為 其實這個系列很慘的 就是無論你裏面說些什麼都好 如果那個歌手 或者歌手歌 當時期很紅的話 嗯 那就會多人看 啊 是 變相如果你想將一些 可能不是 你想將一些 可能比較少些人聽到 嗯 但是你又覺得其實不錯 你想介紹出來的時候 那其實就根本上就 就未必 那麼多人會去理會 那這件事我是接受的 就是做了這行那麼久 我明白發生什麼事 那接著 但是就到我之後去 譬如張敬軒 《初樂師的愛》 那時候出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那段聲音 有少少 有少少不同 是 就可能有少少Auto Tune 但是Auto Tune這件事 是特意用來做效果的 嗯 其實它 所以我就用那一集 來跟觀眾說了 其實Auto Tune 它是怎樣 Tune 以及它裡面其實做了什麼 然後 然後 曾經就試過 譬如Color 它出了一首歌 嗯 那首《保抗力》 廣告歌 然後 有網民就說 它的《Melody》 跟這個《Your Sobi》的其中一首歌 就很相似 就有抄歌 然後我就把兩首歌的 他們說相似的部分 我兩首歌都打了一份譜出來 然後我可能逐個音看看 拍子和音有什麼是一樣 有什麼是不一樣的 那兩三集的 這個《Easy歌仔》 很多人看 譬如Color 抄歌 事件 那一集 可能 一出來 第一晚 十幾萬人看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嘩 不行 我其實是喜歡做的 但是壓力很大 嗯 尤其是 你不是真的一首歌都講到很多有墨水的 是的 所以你就 不能把它變成系列這樣做 好嗎 其實如果硬要 你當是報新聞那樣報 我其實是覺得可以的 但是 又是出過幾集 覺得裡面的知識真的很豐富 大家聽完之後真的學到東西的感覺 就很害怕做不回這種事情 然後就沒有做 都是的 這個就是 但是反而 因為它多人看了 但是又不做 是不是 有壓力 是不是很變態 奇怪 這個是關任馬座事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不知道任馬座都是有這樣的特質 因為 MVTR裡面有一條問題 它是問 當群眾 還是當人家對你有 讚賞的時候 你會不會考慮他們 要用多少時間去對你失望 有一條這樣的問題 是的 當時我妹妹就答 神經病 當然不會 但是我的問題就是 我基本上 這條片一到十幾萬人看的時候 我就會立刻想下條片會不會得好 好少人看 我應該都會 我應該會 是的 我也是會的 是 這個應該都是人馬座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 如果你們是人馬座 你們是否都是會的 即是你給老師讚 你給上司讚 讚完之後你會不會覺得 哎 很緊張 是啊 下部會不會 讚完之後 因為你的腦子 永遠都秉承著一個理論 就是 如果你平時做開 不合格的 你突然間合格的 那你就會很厲害了 那些人會讚賞你的 但是如果你平時做開九十幾分 你突然之間 七十幾百十分 那些人就會覺得 喂 差啊 是啊 那你固然一定會有壓力的 因為你會想再做好一點 其實 還有那些人會對你有期望 期望真的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 是啊 現在變了 變了很灰 變了很灰的討論 現在突然之間 但一講到這個J和P的話 我覺得去旅行 像你所說 去旅行 跟J的人去旅行 真的很開心 當然 我只需要知道 我今天幾點起床化妝 就OK 我也是 幾點要洗頭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整個旅行 OK啦 你要去哪就去哪 反正我還沒去過 但是我是有點誇張的 我是被他們笑 幸好我兩個女生是很熟的那些 我是靜雞雞 有一個沒那麼強勢 有一個很強勢 超J 有Plan了所有東西 有Send了那些檔 我給他們看的 我看都沒有看 然後我就靜雞雞 問那個 我想問你 我們明天是不是去的士 然後他就很爆笑 因為完全不是 我完全不知道 然後他就走了 跟那個人 喂 我剛才問你 是不是迪士 然後呢 然後 他沒事的 他就說 他就在那裡囂張我 你有沒有看的 哦 即是他們 原來是有了 是啊 他真是 他追到不得了的 因為我上次 我上次去了 日本追星 就是跟了 易Sir和Riko他們 阿姜他們 去了日本追星 因為 我剛好是發起人 而做發起人 你就避免不了要計劃 是啊 然後我有嘗試過 真的試過努力計劃 我做了些什麼呢 我是走了去日本 不是 不是不是 我是Google Map 走了去日本 然後可能會有些什麼餐廳 我剛才看到IG的Vios有介紹過 啊 然後就會去mark點 哦 然後mark完之後 就capped圖 是 capped完圖之後 就photoshop 然後對那些點那裡 說一說那些是什麼 嗯 然後就 可能會計算一些車程之類的 是 那很好啊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 我覺得很好啊 是一個重大突破 是啊 雖然去到 很隨心 哈哈 但是去到所以都很隨心 因為都是去到那裡 我經常都覺得就是 計劃什麼鬼東西 就是 你中間有很多變化 是 是 不用計劃啊 是 結果就是 我真的錄完點之後 真的有去 不是他們說不去 而是我自己都覺得 哎 好啦 遠了 就不要去了 不如就去了 結果真的有去到的餐廳 可能只有一半這樣 嗯 那就去不了所有東西 但是他們能否接受到呢 他們全部都不要緊 哦 那就OK啦 大家一起這樣 所以其實那趟旅程去七天 其實都挺放假的 嗯 是開心的 我自己 我試過呢 跟我一樣P的女生去旅行 嗯 嗯 很瘋的哦 我們的行程 我們好像在那裡生活 即是多久呢 我們去五天而已 去五天 對 然後我們睡到自然醒 你當是十點幾十 哇 這些開心的 他也是P 他P 其實我想說 一堆人去旅行是快樂無比 是啊 如果你不介意那趟旅程 好像去了 又好像沒有去 那樣的話 完全是 原來我們就下去 隨意逛逛 咦 好像有一間炸雞店 好像挺好的 嘗試吃 挺好吃的 就是這樣 我也是喜歡這樣的 就是我是覺得 你上網看看 但是你去到 你走一條街 你看到這間店 你很有興趣 那你又難道不去嗎 是啊 是啊 其實這樣是會存在一些 如果有J人很堅持這個行程 是真的會存在一些不愉快的 嗯 例如你看到一間炸雞店才算 真的 你走 你很想進去吃 有兩三個P人都很想進去吃 但是J人 是啊 因為他真的想了 他知道如果你們現在吃了這餐 你之後的活動就很吵架了 是啊 然後J人就不開心了 打破了 是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應該J人和J人去旅行 P人和P人去旅行 但是J人和J人去旅行不行 他們各自有自己的計劃 不是 但是他們 開會 他們始終 我感覺到J人們去旅行 應該出來 真的坐飛機之前 應該出來開兩三晚會 我那次 因為我不是說我和Chip有極J嗎 我們都開了一次茶會 但是問題是 但是有時候會網上開會 我真的見過J人網上開會 是去旅行 是啊 我也有參與 旅行 拿著一本書出來 然後說一說 我想說我也有開過這樣的會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怎麼說 我說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我幾乎不是怎麼聽清楚他們說什麼 因為我完全是無所謂 是啊 還有 突然間我分享旅行經歷 我有個朋友 我不知道他是NBTI 但是 因為這件事很久了 但是那次的旅程也是去得很開心的 是 我猜他一定都是P的了 嗯 是啊 然後我和他呢 就是在東京 然後我們就在上野住的 嗯 然後我們突然之間就 都是看新馬桑尼的 就是都是看一些 Music Festival 嗯 然後去到 但是也是我們看一看兩天而已 是 我們那時候比較有空 我們那時候 住上野 但是就在新宿裡吃東西了 嗯 然後吃吃吃吃呢 然後我們兩位就說 我不知道日本的Club好不好玩呢 然後就很想去Club 然後我們就 其實好像都沒有特意問到日本人的 我的朋友說 好像在元宿那邊 是多Club 嗯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說了一句 但是這個鐘數好像沒有地鐵 是 然後在日本坐的士是按鈎的 嗯 那時候就 嘩 很多氣壞 哈哈哈 啊 我們 我們的決定是由新宿走到元宿 哦 是啊 但是我和他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嗯 我想說走過一程呢 很恐怖 嗯 就是有很多那些很暗的路啊 嗯 然後又看到一些神社啊 嗯 然後我的朋友說 喂神社啊神社啊走快點 然後我說 為什麼神社都害怕 神社啊 然後我的朋友跟我說 對 日本的神社不是拜神啊 哈哈哈 然後聽完之後 我們兩個就不斷走啊 瘋子 因為整條街都我們兩個 然後 我們去到元宿了 嗯 發現沒有啊 沒有Club 沒有Club 又或者我們 想去的地方 是的 沒有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做的事是在元宿走回去新宿 哦 但是沒有人伸 就是沒有人伸的 那是的 所以其實P人去旅行 可能有些 那些叫什麼 奇怪的 經歷 是只要 有幾開心的 是只要 因為對於我來講 只要那樣東西算是 沒見過呢 嗯 我就會當是一個冒險 是啊 是啊 冒險就很好玩啊 我自己覺得 都是小冒險精神的 我覺得 我們那個組合 是啊 所以P人是應該一起組團 去旅行 去一些不是太貴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在那裡生活 是啊 不是 因為就算我P都好 如果我是去一些很貴的地方 那我都會覺得 真的需要一些J人的 是啊 就是你會P人了一些行程 去一些是不是值得玩的地方 是啊 因為你說去日本啊 去台灣那些呢 我就算放棄了它 我都覺得OK 其實是OK的 我都覺得 但是如果你說過歐洲那邊 去法國啊 去意大利啊 那些如果夠溜溜溜 我都怕我會打自己 那倒是 不是很值得 大家認識啦 去貴的地方就找J人 是 不如問你這個 摘偶條件的話 你覺得什麼MBTI最好 摘偶條件嗎 對我來說 是啊 是啊 有圖的 有圖的嗎 看一下 好像有配對圖的 配對圖 MBTI配對圖 有的 這個吧 它就會有個紅色給你看 紅色是代表什麼 會爆炸的 即是不可以相處 真的嗎 戀愛配對表 OMG 是不是就是這個 看一下 你是ENFP ENFP就是這個 天作之盒 嘩 是因為兩條都夠黏黏 哈哈 是啊 但是有些會不會跟自己是不行的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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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是不是難一點 咦 這個ESTJ 同意 這個 這個表就解答你所有的問題了 不如ENFP的話 看看 它有官配 最適合相處的靈魂伴侶 就是INFJ和INTJ 通常P人好像都是配J人好一點的意思 這個 這個意思是 這個意思是它倆是最匹配的 官媒 即是怎麼看都會死 在這個表裡面是這樣說 我都會把這個表丟出來給大家看 但是它這個簡體 我看看找不找到繁體給大家知道 我想應該有的 對 ENFP就配INFJ 又或者INTJ是最好最好 但我真的很難想像 ENFP會有人爆炸 會的嗎 真的認真 ENFP有人爆炸 有ENFP 有半個表的人是不對的 紅色 紅色是甚麼 未來渺望 可以再考慮一下關係 看看 P人對一堆P人都搞不定 這裡是這樣 這一堆跟它不合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樣看的 是 是 是 你不覺得ENFP很隨性嗎 隨和都搞不定 但是ENFP都可以頂不住某一類人 都是 是 都可以是 覺得某一類人 一看就知道搞不定 最好不要見 就是這個表 是 戀愛配對表 大家可以好像 這個好像星座 不過又是害死人的 這些表 這些表都是害死人 真的參考 所以我覺得最後還是要戴上頭盔 我覺得星座也好 NBTI也好 我覺得全部都是參考 因為這個世界其實還有很多 一些心理測試 其他TES 例如可能我最近都有看的 就是有顏色的 我忘了它叫甚麼 就是用顏色去分你的性格 所以分得更小 我見過那些人說 穿甚麼顏色衣服最好看 這個沒關係 有一排很流行 你有沒有測過那個 我沒有測過那個 我也沒有測過那個 我很怕那個會影響了我以後買衣服的測入 對 例如這個 還有16型人格之前有一個很流行的 就是9型人格 其實我覺得9型人格算是挺完整的 就是這個16型人格還沒出來之前 都可以的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TES 我有聽過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NVTI會起是韓國那邊 是啊 他們早些比較多人說的 I see 9型人格我 我其實一向都很討厭這個 我現在會講NVTI 就是我會理會NVTI 都是因為整個世界都在講 就算甚麼人都在講NVTI 我才會去理會 以前甚麼9型人格 我心想 你用12個星座去分這個世界的人 我已經覺得很少的了 這個 就是只有12種人 然後又出了甚麼月亮 對 對 然後你還要9型人格 只有9類型人格 我就會覺得 嘩 是的 但它跟星座都不同 它跟星座不同 就是它也是一個心理TES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這個 在16型還未出來之前 其實都算是幾 準和幾完整的一個TES OK 但我不太記得有甚麼 我只記得我排第二 是一個叫完美主義的 一號仔 好像 甚麼來的 算了這個太 第二樣東西了 我們來了題了 Off topic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頭盔很棒 就是覺得所有的 心理測試都是給大家參考 就是不是說你 就是要去標籤人 還去記標籤人 喂 你就是因為太 又或者 太P 所謂這樣 那些 但是好像真的 不是 我也覺得我自己是因為太P 所以工作上這樣 哦 那也是的 但我覺得自己可以知道 但是如果別人標籤你也不舒服 是 就會生氣 所以讓自己參考 那我最重要的是 大家知道大家是甚麼性格 你就去磨合 或者聽到來這裡的你們 有沒有一些觀眾是會 明知 譬如那個座 即你的座 和你對方那個座 明明就是不對的了 又或者是NBTI 擺明就是不能夠一起 但是你們又一起得好地地的 都可以舉個手在留言那裡 告訴我們 如果 這個做法是很正面的 你可以告訴別人 不是 那些甚麼人格 甚麼星座 甚麼生肖 那些其實 就不代表真的不合理的 那你就在留言 說出來 幫那些被標籤的人 打打氣 就是人馬座 這件事都硬吃了很多年 我個人認為 渣男 真的硬吃了很多年 其實還有一件事 可以輕輕地說一下 因為之前我也發到一件事 就是 原來在NBTI的測試 就是大家專家 他們內地 有一件事就是 他們不是百分比的 那就是50-50 當你真的出現50-50 的時候 怎麼選擇呢 那我自己覺得 他們的 我先說了 他們的方式就是 如果你E和I是一樣的話 你就請你當自己是I 為甚麼 因為他覺得 社會既定人像 覺得E人是有著數 所以他會覺得 你可能在人性上面 或者你做這個Test的偏差上面 你可能對自己的期望 有一點點E 所以當他們50-50的時候 你要選I 因為這個是你期望的落差 他就覺得你應該要選I 如果你是N和S 你就請你選S 因為很多人 覺得N的人 會做到一些領袖 是嗎 我反而覺得S的人比較厲害 但因為S的人比較密守成規 可能社會偏向 會報N的人會比較厲害 因為他們很有創意 天馬行兇 但是我聽完之後 我有一點點不太認同 因為我覺得 你好像這樣會把人 不是分 因為我覺得性格其實沒有 沒有煲和扁 但是他這樣就變相 好像有一點點 定了 因為他的尺 是用社會來計 對 他的尺不是用朋友來計 對 但我有個 但我有明白他為甚麼是這樣的 是因為你做的時候 可能他就是計算了人的那個 你自己覺得哪一項好 對 那就有這個 但他就模型上又好像定了優越 那T和F呢 T和F好像都是要選 這個不firm 我大概記得頭兩個 就很實的 firm是這樣 總之人就是偏向 所以他就把這個落差 放了下去 當5050 你就要這樣決定 哦 你是甚麼 你是58% 我現在E和I 我的E是58% 所以我I都超級多 OK 所以你也有可能要想一下I的方面 可能是 唉 我也很想成為一個稱職的E人 但我不稱職 E人 對 完全不稱職 E真的要發揮一下他的甚麼 但I人也有他的 的甚麼 優點 好像很官腔 講完之後 立即突然間 咦 官腔了 I人的優點是甚麼 他們 說不出來 有的 一定有 他們比較內在一點 那些東西 OK 即是他們會是 一個比較decent的人 會不會呢 會呀 好像也真的會 會呀 我認識的I人 都是比較decent的人 反而認識的I人 都真的比較 又不可以說他不decent 但是 比較 你一看下去會比較 因為 怎樣說好呢 那些I人看下去 那種氣場會比較厲害 我覺得 嗯 是的 那種厲害的氣場 會比較厲害 是啊 即譬如可能男生的話 可能感覺上他 可能會能幹一些 或者有策略一些的人 誠苦深一些的人 感覺上好像是 然後女生的話 那種 又不可以說是女神的 文青味 是的 文青味是高很多的 因為I人如果 看書率高一點 真的很喜歡看書的 都真的偏I多 是的 是啊 我認識一些I人 都真的會看書的 是啊 多了 我不看的 OK 那可能你也是E的 很不看的 我也是很不看書的 我要逼自己看 嘩 我試過半年終於看完一本了 我只是買過一次小說 這麼久以來 就是 傳小說 是 你買過那本圖畫書來的 那本不是 那本很認真的 那本是文學書來的 那就是很多字 是啊 不是看圖畫的 認真的 所以我買過我 是鄙視你那個小說 小說也鄙視 小說很厲害 小說 熬得完一本小說很厲害 我那時候是 因為中學 中學要逼你看一本書 然後學期尾要做個SBA 喂 那中學 我撇除中學 中學是瘋狂看書的 竟然會有這種事情 當然會 你經常做閱讀理解 那就是看一兩篇文 可能我讀文科班 但我出來自己決定之後 我就很少看書 啊 我是商科人 但是這個商業就不是太好 好驚訝 剛剛EG聽到的 剛剛咳咳咳 喝口水的時候 聽到很驚訝的事情 就是 有些人是有證書 有的 MVTI是 有證書的 我想問 證書是用來做什麼的 用來你 我自己很久之前已經接觸MVTI 那我就在教會接觸 那時候我們不是做一些網上很短的 我們是真的 教會幫我們付錢 是二百多元一份的 然後呢 是劉書來的 多很多的 做很長時間的 即是那份工作做完之後 就拿去給人 然後那裡就會有一個人 就是一個MVTI的專家 他就通常你一定會請一個 有牌的人 然後就幫你們分析你們的性格 又是一行來的 原來 是啊 他是分析你們的性格 然後就告訴你 你這個團隊合作 你們這樣和這樣是怎樣配搭 其實所以MVTI 通常是用在一些 即是你需要一些團隊建築 一些這樣的策略的時候 就需要做 有一次我做就是我之前 因為我讀社工的 我社工 當時我有實習的 去到一間幼兒中心 那時候他們有一天 全日的團隊 都是找了一個MVTI的專家 每天都有牌的 然後就跟我們再做一次MVTI 所以我很久之前已經接觸這件事 又是做paper 即是很長很長 我做了很久的 我記得當時起碼做了半個小時 我們網上那些不是很快的 是啊 它是縮短了 濃縮了很多的 那些題目 我想問有沒有 怎樣去考牌 知道嗎 你有沒有想過去考牌 沒有 我沒有想過去考牌 通常是team milling一定的 即是可能有些 你當成sales公司 或者企業公司 中小企業公司 他們都可能會找一天 我們不如team milling 就找一個人 可能就做MVTI 有沒有人做完MVTI之後 會被公司炒掉的 不知道呢 我也想知道 即是那些公司 我也不適合你 我不知道 譬如 我知道以前我有朋友 就是他做IT 然後公司team milling的確 是要他們刷MVTI 嗯 然後 但即是說 一間公司 需要知道你的MVTI 可能對你有少許評估 都還沒頂 是呀 是呀 他想知道你大概處事方式 或者 你的人大概是怎樣 是呀 所以我在想 會不會有些人做完MVTI 第二天收到公司信呢 就跟你說 你也是不太適合這間公司 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的話 那你們要懂得怎樣去對付MVTI 是啊 不是呀 但是他又不對的 又不是一個確定來的 這件事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百分比嗎 但對於一間公司來講 他做得這件事 一定有他的原因 你明白嗎 如果善良的公司就不是 善良的公司可能就是純粹想給你們 看看你們怎樣互相配搭 這樣 嗯 即是正面一點 但如果他 一間做一些很精密的事情 即是會計 可能IT要突破那些 你無緣無故測到你是一個ENFP 咦 你可能會拜拜 咦 你可能會說拜拜 咦 真是這個ENFP 真的不太適合做這件事 是啊 我認識的所有 我認識的 做IT的好像都真的是J大 嗯 都是的 因為他們的program 那些 沒錯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P人 我覺得P人在建工方面 其實很不適合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你公司要你做MVTI 盡量令自己不要那麼T 都說生活方式 咦 可能他們未必有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P已經不只生活那麼簡單 融入了 已經融入了我的人生 已經 所有事都很P 好 那今集就到這裡 不知道你們 對於MVTI 還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如果有就留言說 留言說完之後 如果存夠的問題 再看看Yoyo會不會回答 我還是再戴頭盔 我不是考牌 他沒有考牌 我只是問人 不得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很多人站出來反駁 是啊 我也緊張的 我還記得上一次我拍完這段影片 都說MVTI是不會變的 如果認真一點 他會跟你說 MVTI是不會影響你的工作的 不代表你什麼 最不好的就是你去標籤什麼什麼的人去做什麼什麼類型的工作 但當然 我自己就覺得 都會有一點點的 我覺得 有一點點的影響 我覺得極影響 是啊 但如果真的很認真跟你去研究 MVTI的心理動向 少許的人 他就會覺得 我覺得不應該要用職業去分 噢 他會覺得不可以是影響 但不是都很 我猜 不是都很看你做什麼 如果我做Youtuber 我覺得PD 或者ND 都挺好的 嗯 如果你做一些 可能影響醫生 影響人命 我始終都真的覺得 可能你叫那些 S人 J人 T人 可能會好一點 T用APP就不敢包 但是 但是叫那些 穩陣人去做 不是會好些什麼 嗯 我覺得 有些影響 其實對你的職業 我覺得 有一點點會 嗯 始終都是很深奧 真的很深奧 大海 你發覺 你一掘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嘩 深到 看不到底 所以又要再大求規 那兩母女都很瘋 那兩母女真的瘋了 無類大家都可以Google一下 其實你們找16人格都可以看 我是想Google這個 NP NVTI 考牌 你想知道考牌 我想知道要怎樣考牌 你想考牌 嗯 看 都是了解一下 有啊 十六人格 嘩 等一下 對 與生涯規劃指導證書課程 嘩是有的 有啊 七堂 嘩 七堂的證書 等等 嘩 真的剛剛找到 就是這個 16型人格NVTI與生涯規劃指導證書課程 就是這個香港青年協會搞的 搞到第29屆了 就是做了很久 然後呢 七堂 逢星期二上七堂 因為學費是2200元 好大喔 好像很大 但是都想看看他有沒有 因為證書那些東西 我最近去 因為我之前想上化妝課 然後是有幾級幾級證書的那些 嗯 這個就沒有說到 考完出來 會過證書是幾級認證 那上面有沒有說 好像都沒有 都是沒有的 那就 幾級認證 是的 原來年齡有限制的 是18至99歲 哈哈 嘩 重點在18度 重點在18度 就是你未夠18歲 你是報不到的 這個課程 OK 99歲這些就是他喜歡 他怎麼說的 這個很搞笑 其實為什麼他不寫18歲以上 哈哈 即是說 如果你家裡有年事二哥 可能剛好到100歲 唱什麼 就無法玩 就不可以報了 對 其實他應該寫18歲以上 對 很有趣 這個網絡有一定是P 就是寫這個網絡有一定是P 是的 好笑 極白癡 這個證書可以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2200元有一張證書 是的 但是我在想 會不會是成為了這個 沒有用技能的其中一個 當他2200元的時候 不是的 你可以可能 周圍跟人說 我有排 跟人說有排威 一來 那你可以什麼 做part time 就是專門幫人分析 嘩 我去幫人做生涯計畫 哈哈 哈哈 我想一下都想笑 相信自己 一定死定 那個人 哈哈 好啦 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五再見 那就多謝Yo今天上來 大家 IG這些東西 一直都放在下面 我們下次講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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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